这我们只要用手一摸这个草上有这个露水 就表示这个武汉的冬季快来了 一般的到了冬季快来的时候 武汉附近就有很多的这些退水留下的野荡子 这种野荡子里面一般都有挤鱼啊草鱼啊底鱼啊 或者小鞭鱼啊等等都有 今天我们就找到这样的一个野荡子 来跟大家钓一钓看看 到这种野荡子里面钓鱼了 一般的就会选这个水深大概在两米左右 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是 这一大片是烟的一个档子 但是这里是一条沟 所以这个鱼进进出出都会从这里走 所以我就选择这样一个地方钓 应该会钓得好一些 我们先来开一点那个做屋子的耳料 这个做屋子耳料只要开一点点就够了 因为一天用不了一点 大概就开一个鸡蛋那么大一团就够了 这是一点臭肉 加一点点九米 浪尖大鸡加一点 增加它的连性 较均匀这一点就够了 等会只要把这么大的团子搓两盘就够了 再开一个钓耳 这种浪尖大气腥味板和这个香味板 一样一半 做个拉耳就可以了 这个天一定要钓拉耳 因为它开口小 开口小 它吃会比较轻 今天用的是1.5号的主线 纸线是0.6的 钩子是7号锈钩 先抛两坛找个底 顺便也做个小窝子 做窝子的时候大概都是大花子米 或者是小安全弹那么大 一边找底一边抛 大概就是抛个两三竿找个底就差不多了 钓几条鱼以后 你觉得那个鱼变少了 你可以再补个一坛两坛 也可以 好无大惊的水深 哎呀 由于这个水比较深啊 这个鱼它容易抵接 这是钓大鲤鱼的一个正常现象 它都容易抵接 所以我们在钓鱼的时候 这个浮瓢不能太大了 一来太大了以后 它这个信号看得不太好看 二来它接它也不好接 哎 翘嘴 鱼子 这个大个鱼子 可以翘嘴 哦 好 这个大个鱼子 哎 有口有口有口 小心哈 揉揉揉的 相当揉揉的小心哈一般的就是鱼比较小 没吃进去 哎 这可可以 哎呦 呃 扁鱼 哎呦呦呦呦 扁鱼啊 这个边缘好啊 这个边缘好啊 这个拉耳子一定要拉得实 所以这个耳一定要团圆 团了以后把两个钩子放上分开以后 我们是从边上刮出来的 看到没有这 都是从边上刮出来的 而不是从正中间出来的 这一刮两个耳就挺好 看到没有这个天气冷这个鱼的信号啊都很小 只有一目左右这个信号 所以勾线不能大 勾线大了钓不好 它吃口很轻 又是一条扁鱼 连钓了几条以后呢 下去就要等 信号就变少了 这个时候提醒我窝子里没鱼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补一趟窝 又把开头剩下的那个窝料 捏上去两团 你可以补两团 或者补四团都可以 也就是说补一干也可以 补两干也可以 所以它是掉一块补两团窝 掉一块补两团窝 但是千万不要打毒了 而且一定要让它在底部 在散的再抽 有小口的 看到没有小口 对很轻轻的口 一点点的小顶 下出来 你看这这么大的鲫鱼 它吃口这么小 所以这个天气冷的 和鱼的吃口会很小 勾线呢都不能大 哎呀 这个得烧一大盆呢 这一条 哎呀哎呀 抓不住抓不住 如果这个时候把主线换成一号 紫线换成0.6或者0.5 然后用个软一点的鲫鱼杆 你可能会掉的更多更好 那感觉也更享受 你看到没有一个半目就可以打 哎呀好大 这么大鲫鱼这么小的信号 除了这个天气冷以外水深也是一个原因 冬天钓鱼要想步空军 先祖是关键 千万别大 反正你钓的鱼 它冬天它也没什么劲 我们又不是钓很大的鱼 接口动作就比它底下动作要大一些 你看打了一个窝以后 连续又掉了三个 所以每掉一块就补个小窝子 掉一块就补个小窝子 千万不要补多了啊 它这么小的开口 你补多了就吃饱了 一补就连续掉几个 掉几个之后没口 你又补一个小窝子 一顶 再顶 哎呀下 一顶一个小下 它就中 太滑了哎呀哎呀哎呀 太滑了太滑了啊 来掉了一上午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获 哎呀这有十多斤牛吧 哎呀这有十多斤牛吧 放进了